高雄岡山讲堂 日前是举办了佛写讲座 邀请到佛光山 电子大藏经的主任 永本法师 以人间菩萨的行持 为主题来进行开讲 全场起立 欢迎主讲人永本法师 来到岡山讲堂 准备要听他唱台 人间菩萨的行持 我们在人间里面 行菩萨道 确实要不要自己忙 因为你没有忙 没有接触 你就不可能有法源 有福德 有智慧 是不是说忙就是营养他 忙就是营养 永本法师也邀请 多位佛光人分享他们 忙着行持的心得 可以学习到 我们怎么去安排一场 完成的活动对话 那其实这些过程 对青年来讲可能很辛苦 但是我们自己觉得 收获其实是很丰富很满的 因为这些是我们在外面吃场 甚至是学校 是学习不到的 我想我们同心团会蓬勃 就是我们有一级人间菩萨的服务员 就是不祭不求 那大家就是 该奉献的就是奉行 我想看就是人间菩萨的行持 勇于承担就是行持 这一天岗山奖堂尖寺 汇聚法师也深深鼓励佛光人 精彩佛学长座让众人收获满满 也承诺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奉行幸运大师三好四给精神 利益普天下众生 另外一位是台北高雄 总和报道